研製的或者是也蠻多花材料的 對對對 我們有三個研究所 一個科技法律研究所 一個科技管理研究所 一個服務科學研究所 哦 服務科學 對 你住在中苑那邊嗎 沒有 我住 我住離中苑很遠的地方 中苑在南港 我住北投 一北一南 所以我要橫滑台品樹 才能去院裡面 你原來是在台上 對 對 我後來 我跟吳玉山兩位是 中文院要成立那個政治學所 你們算是借調嗎 我們就轉過去了 對 台大借調不能很久 對 當初我們就直接轉過去 然後 但台大又把我們做和平 再聘回來 對 對 對 要大我兩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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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在座的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以及各位領事 各位先生 大家晚安 晚安 那首先呢 非常歡迎各位 今天晚上來參加我們這個學期 三場的 宣運權科技講座演講 那宣運權科技講座演講呢 是由台大電職董事長鄭崇黃先生 他為了改念孫運權先生 對台灣社會所做出的結束貢獻 特別捐贈設置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這個講座呢 我們藉由這個講座呢 邀請了各個不同領域的先驅與學者呢 來擔任旅長貴賓 那藉由這些旅長貴賓 他們的智慧以及人生經驗的分享 許許呢 可以帶動台灣社會呢 往更美好的方向呢 來發展 那我們這個講座呢 在二零六年的時候呢 也成立了一個 臉書的這個 粉絲專頁 那也非常歡迎各位 李徐先生呢 能夠加入我們的FB的這個粉絲 那希望呢 就是到我們的這個專題演講 在演講之後呢 還能夠持續的發酵 那我們今天呢 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到 我們的中央研究院院士 朱銀翰院士 擔任我們的組長貴賓 那朱院士呢 他是政治學界 在台灣可以說是 數一數二的學者 就是如果說我們說在台灣 在國際知名的這個政治學者裡面呢 我們的住院士 絕對是數一數二 那他的學術成就呢 非常的豐富 那他的這個學術論文當然 是有很多的一個發表之外 那他在這個 個人的這個專業學術成就之外呢 他也非常投入在 就是說怎麼樣讓政治學 有更好的一個發展 所以在這個 其他評審的服務上面 以及在學會 他擔任了這個 中國 中華民國政治學會的一個理事長 那也擔任了 美國政治學會的這個理事 那除了在學會上面的一個 工作的推展之外呢 那我們 我們住院士對人才培育呢 也有很多的貢獻 那經常到 就是各個大學 重要的大學 也擔任 執行顧問 包括這個 香港中文大學 還有新加坡的教育國 以及這個 對岸的這個 不單大學等等 那可以說是 對就是不只是亞洲 就是全球各地的這個 政治學的一個發展 做出很重要的一個這個 貢獻 那 朱苑士他的著作 當然是非常的豐富 那我在這邊呢 特別願意 就是介紹一個 就是在 二十五年的時候 朱苑士有一個 很重要的這個著作呢 高思在寅 就是提醒我們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呢 怎麼樣來面對二十一世紀 那這個著作呢 在當年獲得這個 亞洲洲開他的一個這個 好書裡面的 十道好書推薦裡面的這個 第一名 可以說是我們這個 臺灣人的一個這個 非常高的一個這個 輪到 那我們今天呢 非常榮幸 非常開心的 有機會 邀請到朱苑和尹苑士呢 來擔任我們的這個 組長貴賓 那我們是不是就把 以熱烈掌聲來 歡迎朱苑士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各位清華大學的老師 各位同學 還有各位來賓 今天晚上非常高興 來到新竹 來到清華大學 跟大家做這麼一個報告 其實我跟清華大學 雖然沒有太多的淵源 不過我也很慶幸 事實上有很多位 清華大學的前任校長 都是我的忘年之交 這個像毛高文毛 毛校長 像這個劉兆璇 劉校長 還有沈君山 沈校長 那當然還有我們這個 在座的這個 陳田校長 所以我非常高興 有這個機會 而且我剛剛看到 就是說過去 孫玺璇講座 邀請到了這麼多 台灣社會的各界精英 我今天也算狗尾序雕吧 來這邊跟大家做這樣一個 知識上的交流 我今天要跟大家談 這個前面這個光線 是不是可以稍微調暗一點 因為我怕 因為我用的底色會比較深 我怕他們那個 對對對 這樣可能看得比較清楚 我今天跟各位要報告的這個題目呢 是逆全球化潮流 與全球這個治理改革的新動力 因為這兩個命題是扣在一起的 經營扣在一起 那當然我們今天 大家都感受很深刻 這幾年 事實上全世界都可以說動盪不安 而且我們感覺好像 我們過去熟悉的那個歷史的時代 好像要走到了一個終點 我們好像在一個 舊秩序已經動搖了 新秩序還沒有破解而出的前戲 我想大家很多人會有這種感觸吧 有這種感觸 但這也意味著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有的這個 全球治理的架構 實際上是嚴重的不足 它遠遠跟不上過去 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 我們說全世界所有的人的高度相互依存 然後以及科技變遷 所帶來所有這些根本性的改變 這個場景 各位我不知道熟不熟悉 這是今年七月在漢堡 這個G20 二十大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集團 他們的這個高峰會 這高峰會其實差一點 舉行不成 因為從來沒有 在德國歷史上 至少戰後以來沒有出現過 就是說 漢堡的地方 湧進了 十五萬到二十萬的 來自於全歐洲的抗議者 而且呢 他們都是 非常激進的抗議團體 他們的口號呢 是這個 Welcome to the hell 歡迎來到地獄 所以他們在漢堡 基本上整個城市 基本上完全癱瘓掉 他們炸了很多警車 也有縱火 反正有各式各樣的 非常激進的抗爭 那麼他們就要傳達一個訊息 就說 你們這些制定全球經濟遊戲規則的領袖們 你們必須要改變這個現狀 這現狀我們已經沒有辦法忍受 我們沒有辦法忍受 這樣一個 這個現狀 那麼這個當然只是我們說 冰山的一角 冰山的一角 實際上我們知道這兩年 這種激進的 就是說對現存的 我們說 有人把它稱為 自由的國際秩序 或是說過去30年 加速推進的全球經濟的一體化 這樣一種大的這個經濟的變化呢 事實上 產生各種的不同的一種社會的反撲力量 那麼我們簡單來說 就是說 當它裡面夾雜很多其他的這個因素 比如說有宗教的問題 有認同的問題 還有這個其他的議題 不過呢 它後面還是很 根本是一個分配的問題 是一個全球化的果實 跟它的風險的分配 是極端不均的問題 那所以就出現所謂 要逆全球化的這樣一種 社會的反撲 那尤其是在 我們所謂的工業先進國家 在西方社會 特別的這個劇烈 我們來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其實離今天也沒有很久 大概一年半前照的 對不對 去年的這個4月25號 當時呢 這是我們說西方國家五巨頭 這幾次是五巨頭 對不對 我們有這個法國總統 Halland 有這個Merkel 德國總理 背對我們是意大利總理 Renzi 那這個當然是Cameron 英國的首相 這是歐巴馬 這真是西方工業先進國家的五巨頭 他們在Hannover 有這麼一個非正式高峰會 那我們來看他們現在 他們的境遇怎麼樣 現在碩果僅存的只剩下他了 OK Halland他的民調低到 他不敢競選連任 他是法國第五共和這個 實施以來 第一個不尋求連任的現任總統 OK 他不敢尋求連任 這兩個都是在政治豪賭裡面 安然下台 對不對 他的脫歐公投 他的限改公投 都失敗了 都失敗了 那歐巴馬他屬意的接班人 這個Hillary Clinton 對不對 被川普 半路殺出了陳曉晶 對不對 完全打亂他的選戰佈局 那麼 所以他這一棒也交不出去 他的 第二任的精心 這個製作就是TPP 泛太平洋夥伴協議 那麼現在也 我們就說被 這個川普一上台就撕毀掉了 所以也就是他們的路線 他們所代表的路線 或者說他們作為一種主流精英 主流政經 事實上他們的也可以說 權力基礎也好 他們的合法性就受到重大的衝擊 即使Mirkel我們說他現在是 可以說是幾乎是這個中流砥柱了 對不對 在整個西方世界裡面 要抵禦我們說排外主義 保護主義 反權力化民粹政治 就剩下差 但他最近 剛剛舉行完德國大選 他的政黨聯盟的得票跟席次 是極具萎縮 到今天為止 跨黨聯盟還沒有組成 還沒有組成 然後最激進的 我們知道叫做這個 叫做這個 另類選擇黨 正式崛起 囊掛了16%到17%的選票 成為國會裡面一個 滿重要的黨團 這個是 納稅時代以來 再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一個激進的 右派的 高度排外的 這麼一個政黨 所以我們把這些 出現事件 把它串在一起 沒有一個是孤立的 單一的 因為它代表著一個 就是說後面有共同的一種 我們說社會經濟的 這種條件 來醞釀這種反全球化 好的 那我們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的確也 對於 很多人來講 對於未來全球經濟 以及我們熟悉這套 國際經濟的這個運作模式 產生很多不確定性 非常多的不確定性 比如說川普上台 對不對 他就說要重新談判 NAFTA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把加拿大跟墨西哥 就是說真的是 可以說是 非常徬徨無措 那麼他也要 啟動對中國 301條款調查 等等等等 這些都是在這個 我們說社會裡面 有反全球化 激進的政治運動背景之下 那像現在整個 美國的傳統的精英也好 或西方國家的 很多的傳統的政治精英 跟這個媒體精英 他們現在都在問一個問題說 這個特朗普或川普 會不會肢解整個戰後 過去曾經是美國 在70多年前 一手建構的 被稱之為自由的國際秩序 他會不會是最後的那一個 這個終結者 終結者 因為看起來 它的整個基本的 當然也可以說很樸素的一種理念 就是說 我們美國過去制定它的規則 最後發現美國很多人 並沒有獲利 至少 美國的草根基層 有那麼多的這種 不滿 所以我們要推翻 或至少我要全面檢視 我全部要檢討 不管以前我們做過什麼樣的承諾 不管以前我們相應 什麼樣的一種 基本的價值 這個 這個理念 那麼對不起 現在要一切 美國優先 美國優先 所以呢 美國的過去的 所謂領導責任也好 政治信用 這些都可以拋棄 過去 美國兩黨精英都高舉的 要推進民主化 自由化 全球化的這些目標 最後一講 都沒有什麼神聖 可言 都沒有 那麼所有的這個 國際承諾 多邊體制 外交政策的框架 都可以推翻重來 那麼 可以這麼講 所以簡單來說 我說 一切要以美國的安全利益 或經營利益來至少 而且要把自己 手邊的談判籌碼 有時候是勒索的籌碼 要用到極點 要給的更少 拿的更多 簡單來講 就是特朗普給大家 這樣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也沒有錯 過去這幾年 除了我們剛剛看到的 就是說 尤其在西方這個世界裡面 出現的 非常強烈的反這個 我們說經濟自由化 反全球化的政治運動 它的確也對實際的這個政策 產生非常明顯的影響 這個圖是兩個資料合併在一起 那麼這個有顏色的這個長條圖呢 是說 根據WTO的統計 那麼有多少 就是它的會員國片面採取的保護措施 這些保護措施 基本上都是不符合WTO的規範的 那麼 比較深的黃色呢 那麼它是由這個 就是我們講就是說 工業化國家或發達國家 所採行的措施 數量都蠻多的 都是在 我們可以看 因為這是幾項幾項 五百項一千項 非常多 累積起來不得了 然後這是這個發展中國家 這個推出的 所以尤其 我們可以這樣看 尤其經過08、09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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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海嘯之後 這種保護性措施呢 極速上升 而且都是片面採取的 而且會帶來非常多的糾紛 所以現在這個 WTO的仲裁委員 已經是完全忙不過來 完全忙不過來 那另外 這條線呢 是指 用這個軸來看 就是它世界貿易的增長的 這個百分比 那你可以看 在07年之前 事實上世界貿易增長的 這個幅度呢 都還可以 都差不多是 就是說在這個 百分之五 這個 這個左右 百分之五左右 那麼到了 08、09 當一次下滑 當 10年有一個反彈 有一個反彈 因為這個大的 衰退 再來一個反彈 那接下來的話呢 它就慢慢往下走 而且慢慢都是趨近於零 所以 這個荷蘭這個機構 它長期追蹤 全世界的貿易的 這個 各種的數據 就發現說 2011到2016 全球貿易增長速度呢 是低於全球經濟增長速度 這是 可以說過去 很長的時間來說 所罕見的 過去都是貿易增長速度 是超過全球經濟增長速度 也就是說 國家和國家之間 經濟相互移成程度 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或者是經濟越來越開放 那麼在 尤其在全球化 這個 加速進行的 這個上一個世紀 九十年代 當時全球經濟每增長 百分之一 就可以帶來 2.5的貿易增長 OK 現在在這個 這段時間是反過來 就是說 就是貿易增長 趕不上 這個世界經濟增長 當然今年稍微有一點反彈 好 那麼所以這就是一個 我們說全球化已經 腳步至少放慢 或甚至開始有點 倒退的跡象 在這個數據裡面 已經非常清楚 那這張圖也是 要表達類似的一種證據 就是說 一個圖呢 就說是這個 每個國家的這個 就是說貿易易增長度 也就是它經濟開放程度 所以你可以看 從新年代它一直上升 一直上升 大部分平均 全世界平均的這個 貿易增長度 從百分之三十 一直上升到 將近百分之五十幾塊 到六十 那當然像新加坡這種國家 是非常高 超過百分之百的 那麼但是平均起來 但是你看也是 從2009之後 就基本上打平 或是往下走 那另外這就是說 一個國家平均 就是說它在海外的這個 資產跟負債 也就是它在資金上 跟金融上相互依存的關係 那過去也是不斷上升 它在這個GDP比重是不斷上升 但現在呢 也是一樣 就開始 它的動能已經失去了 動能已經失去了 所以這裡面都是顯示出 全球化的腳步的確放緩 甚至可能有一點 這個倒退的現象 這裡面又帶出了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呢 有一個很有名的哈佛大學的教授 他把它稱之為叫做 這個金德伯格陷阱 Kindelberg Trap 這個我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為什麼用這樣的概念 那首先這個是最近 哈佛大學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政學教授 叫Joseph Knight 他最近拋出一個話題 他說 我們過去研究國際關係的人 在思考21世紀的國際關係 或者是說國際體系的時候 最常提出來一個大災問的問題 就是中美會不會 最後會有一個戰略的攤牌 這個攤牌呢 就好像當年斯巴達跟雅典一樣 那麼這是希臘裡面一個 也是一個悲劇的一個歷史情節 總而言論的話就是說 那麼這個 是被稱之為 這個歷史被稱之為 這個sucited trap 這個休斯底的陷阱 也就是說一個 一個防衛的既有的霸權 對不對 他看到一個慢慢要追趕上 他的一個欣欣霸權 他最後可能會出手 因為在你還沒有完全有機會 扳倒 他也擔心說你真的起來 你也會扳倒我對不對 所以我不如先下手圍牆 這就變成一個悲劇 就會變成一個悲劇 那過去呢很多歸觀學者 都在辯論說 中國跟美國之間 是不是中就難免一戰 這就叫休斯底的陷阱 但他說其實呢 這個命題可能是 反而是一個假命題 因為它可能性實在太低 各種原因 待會我可能也會談一點 那今天我們真正要問的問題 反而是另外一個 它叫做這個Kindleburg trap 它意思是說 當美國拋棄國際公共財 主要提供者的角色的時候 中國是否有能力跟意願 來填補這個真空 否則這個世界經濟呢 會出現 它把它稱為 國際公財公底嚴重短缺的危機 那這個危機呢 就是在上個世紀 就是30年代前後 就是世界出現過這樣一個重大危機 當這個危機 它表現最後就變成Great Depression 對不對 就是全世界的經濟大恐慌 而這樣大恐慌不僅是經濟面 它也變成一個政治危機 歐洲很多的國家 都出現政治的這個兩極化 那麼然後最後 法西斯政權 在德國 在奧地利 在意大利 在西班牙 紛紛這個攫取 然後最後二十四大戰 對不對 那是人類最殘酷的一次戰爭 那這個背景呢 它的分析就是 根據在Charles Kindleburg 他的非常有名的一個著作 這個著作就叫做 The War in Great Depression In War in Depression 那麼這是他的成名作 事實上這本書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是他那個時代 就這本書出版 大概在一九六幾年到七幾年之間 那一代的經濟學家 全部都讀過這本書 現在經濟學很糟糕 不太讀經濟史 基本上都在學數學 就是學數學 但那個時候這是最基本的素養 最基本的素養 那我要跟大家透露一下 他當年在MIT這門課 講這個Great Depression 叫做得不得了 很多學生 開車幾個小時 去龐心的門課 OK 這裡面呢 上過他的課 包括這個Benarky 就是前任的聯準會的 事實上 Benarky後來會去寫他的論文 挑那個題目 跟他當年曾經聽過 這個他的課是有關係的 而且他也從那邊得到很多一些啟發 所以Benarky才會說 當年美國他的貨幣當中應該撒錢 用直升機撒錢 而不是收緊 不是收緊這個信貸 那總而言之我們說 這本書實際上是蠻重要 他論點其實簡單來說也很簡單 他就說 就說這個 他當時一個支持 我們說自由開放的貿易體系 而且認為他會對每一國家 對不對 都會帶來一種多贏雙贏的局面 但他說呢 但在缺乏世界政府條件之下 國際經濟體系它本身 它本質上不可能是長期穩定 你要讓它穩定 那麼一定要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 而且領導者可以提供必要的 他把稱叫國際公共財 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體系就會非常不穩定 而且經常貿易戰就很難避免 或貨幣戰也很難避免 這些東西都會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他的分析就是說 那30年代前後發生什麼事情呢 很簡單 就是在這個一戰之前 英國曾經扮演過這個角色 支撐起這個開放的貿易級 跟穩定的這個貨幣 但是一戰以後它元氣大傷 它既無力也無心扮演的角色 那美國參加一戰以後呢 巴黎合衛以後它全面倒向物理主義 雖然它可能有條件 客觀上有的力量去接替英國腳 但是它沒有任何意願 它沒有任何意願 那麼所以這個時候就出現一個清黃不接 或是說領導真空的這個問題 他說這個才是真正的 就是說會出現 29年到1936年37年 那麼嚴重的經濟危機 而且一旦從1926年華爾街股災之後 蔓延全世界 金融風暴很少所有的國家 然後呢 所有國家都高足關稅壁壘 以零為貨 對不對 然後最後呢 整個世界貿易急速萎縮 大家可能不知道 從1930年到1933年 這三年裡面 全世界貿易量縮少了 這40% 大家沒有辦法想像 如果說世界貿易突然少40% 我可以跟各位說 所有新竹高溪園區的廠商 一半以上都會倒閉 可能還不止一半 那麼他也分析說 當年如果 這個西方國家 尤其美國 他如果當初能夠做這個 做這件這幾件事情的話 也許這個危機可以被控制 那麼甚至也不會出現 那麼漫長那麼嚴峻的大恐慌 那更不會讓希特勒上台 但是最後當然沒有發生 所以他希望 當時美國 英國做的事情都沒有發生 那麼出現了 這樣的一種政治悲劇 那麼我們 他總結這個 對於這個1930年代分析 他就提供了一個很簡單的架構 這架構就是說呢 就是說 在一個沒有世界政府的情況之下 需要強有力的領導者 那他要提供兩類的公共財 一個是經濟合作的基礎條件 當然要和平秩序嘛對不對 打仗就不可能做貿易 要產權保障 而且是跨境的 跨境產權保障 OK 那麼開放貿易體系 海上自由行情 那麼各種 而且需要通用交易貨幣 穩定的匯率 還有各種交易規則的標準化 對不對 這是最起碼 就是說 這樣才能夠讓世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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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裡面的經濟行為的可以 可以就是說 他可以承擔的風險 跟這個成本情況來進行跨國的這個貿易 跟項目投資 但他這個還不夠 因為他本身也是一個凱因斯的這種 一個信徒 他認為說世界經濟 它的穩定還需要一個危機管理機制 危機管理機制呢 用英文講很簡單 就是說 要有一個最強有力的國家 在出現危機的時候 扮演兩個角色 一個叫 Lender of Less Resorts 一個叫 Buyer of Less Resorts 就是最後的購買者 跟最後的信用擔保者 也就是說當 金融危機出現的時候呢 這個國家 他就會幫全世界的金融體系 注入流動性 讓他不會陷入流動性陷阱 OK 那麼當經濟嚴重的緊縮的時候呢 他不但不會去閉關自首 他會去維持他市場的開放 而且他會用財政刺激 用其他手段維持他的需求 維持他的購買力 OK 就是說我們就是說 要逆趨勢操作 就是一定需要 當時他就說 美國在1929到30年 沒有國家願意做這個事情 所以這是他一個簡單的這個總結 那總而言之我們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 他這個理論架構 其實用套用來分析 1945年以後的世界 其實也非常好 為什麼 因為的確 因為1945年世界是一個 在人理上是非常 極為特殊跟極為罕見的一種 一種歷史史刻 就是說有一個國家強大到 沒有任何國家可以跟他批敵 那就是美國 而且一個完全的一個權力真空 他可以重新去塑造世界 通常沒有國家有這種可能性 只有在二戰結束 那個幾年裡面 有這樣的特殊條件 那麼也的確就是說 當時真的是一個比較 我們說全方位的一種 戰後秩序的一種重新建構 而且美國是主導 當然英國也扮演一點角色了 還有其他一些盟邦 不過主要是美國 那麼你也可以說 戰後所奠定的這個秩序 這個秩序它涉及到很多領域 包括安全的 或是和平維持的 當然也包括貿易 也包括貨幣 也包括貨幣 也包括開發援助 但還有其他領域 還有更專業領域 像什麼海洋的 航空的 外太空等等 你也可以說它開啟人類 近代史最長的 成平跟繁榮時期 的確 大家可能 因為我們大部分 都是成長在成平時期 不知道 其實在人類歷史上 就是非常罕見 各位很慶幸 我也很慶幸 既然活了 不管是30歲 40歲 50歲 像我60歲 沒有真正碰過戰爭 你們的祖父輩 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或你們真祖父輩 完全不是這樣 就是家破人亡 戰火連連 是經常出現的 不管生活在哪裡 都一樣 都一樣 那麼也的確出現了 人類最長的一個 我們說 就說 經濟持續增長時期 也出現最開放貿易體系 當然也出現 前所未有的經濟相互依存 那更不用說 像1929年到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 不再出現 雖然中間還是經濟危機 但都不曾經再出現過 那麼嚴重 而且會導致社會動盪 政治動盪 這種經濟災難 那當這個 真的要去解構 美國戰後所建立的國際秩序 當然有點複雜 我就很簡單說一下 就當它有一個是叫 安全跟武力衝突管理 它以聯合國的安理會 作為它的核心機制 然後再加上它跟盟邦之間 建立了共同防禦 那當另外的話就是說呢 而且就是說排除戰爭 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工具 就是說等於在國際法 或是在國家和國家之間 最基本的一種規範裡面 就是說不再承認 以武力來奪取領土合法性 隨用戰爭去佔領土地 人家所有國家都會抵制 聯合國還會干預 絕不可能會輕易接受它的正常性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那麼還要限制這個大規模 殺傷性武器的過散 但很重要跟經濟最有息相關的 就是就是用多邊的一套機制 原來是GATT 現在變成WTO 逐步推動開放貿易體系 然後提供 就一體適用的規範 一體適用的規範 所有國家都最惠國待遇 然後呢 提供爭端仲裁 它的基本精神就是 普遍性 互惠性 無其事等等等等 那麼同時也便利化這個 跨國的投資 各種保障 這些都是在戰後的 我們說經濟秩序裡面 很重要的內行 那還有就是貨幣跟金融 一開始美元作為 跟黃金掛鉤 所以它可以提供一個非常穩定的 固定匯率 非常穩定 但後來到1960年 70年就轉換了 它同時的話呢 也提供了這樣一個 必要的時候做緊急融資 紓困的IMF這套機制 因為所有國家不可能正好能夠平衡 它的這個國際收支 不管是貿易或資本帳的收支 但另外同時對於落後國家 還提供一套 中長期融資的這種協助 這個世界銀行辦的角色 所以這是一個其實是 我們說歷史上罕見的一個 很完整的 一個戰後秩序的重新建構 當然還有其他的要素 這些我就不多說 但這裡面有很重要的歷史背景 我們一定要了解 當然我們才知道 今天危機它的起點是從哪裡開始的 從1945年一直到1980年中期 這是很長的這段時間裡面 就是說差不多40多年 其實一方面當我們說 美國帶領西方國家 還有其他的盟國 去推行自由的國際秩序 當然它並不能完全覆蓋所有的世界 因為蘇聯集團是另 它有另外一套 它是自己的一套 合作跟協商的這套制度 跟它是對抗 但它還是主要的一個制度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當時很多西方國家 它其實都有一套跟它相應的機制 來跟它搭配 因為他們當時的政策制定者 都知道說我們要總結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 我們累積的這個慘痛的教訓 這項教訓就是說 你不可能完全放任市場 國家扮演非常重要的一種調節 而且要平衡的角色 而且呢你完全放任市場 你完全放任這個資本 在各國隨便串來串去的話 它市場一定會產生系統性風險 而且會拖累整個全世界經濟 所以可以這麼講 當時應該說 它有很強的一種共識 就是說我們在後這個秩序 需要有國內的一套相應機制 來調和資本主義破壞的力量 跟社會保護需求 它們之間的矛盾 社會裡面不是所有的群體 在市場的自由競爭裡面 都能夠得到它很好的一種 生存的機會 那麼這是必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套措施的話 社會維持開放經濟體系的 這個合法性正當性的基礎 就會鬆動 就會鬆動 那麼在這裡面其實很重要 一方面當然就是說 當時凱因斯是一個主流 就是反周期財政策 然後還有貨幣政策 而且普遍推行社會保障體系 福利國家體制 累進課稅 這是非常重要 因為沒有這個東西 你就沒有財政基礎 大家可能不知道 雷根上台之後 採取很多我們說 要我們簡單講 就是要把小政府 對不對 要解除管制 要減稅 在這個之前 西方國家普遍的 累進稅率最高級距大概是多少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 大部分都是75%以上 你可以相信嗎 好 今天我們45話 已經有錢已經 哇哇叫了 當時75以上 是世界普遍標準 歐洲國家都踩行 我說最高級距了 就是那個最高的那個級距 美國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但今天我們說 這好像是恐龍時代 但離我們今天沒有多遠 對不對 沒有沒有多久 沒有多久 雷根之前 採取了之前 那是西方普遍採取的 這就是我剛剛講 所以我們說 當時我們正學者把它稱 叫鑲嵌自由主義 也就是說 它不是一個完全放任自由主義 它是把它淋繳 它會傷害人的那些尖的地方 都把它削掉了 而且把它產了一層一層的 保護的東西 讓它呢 一方面有活力 二方面呢 又不會造成社會裡面 嚴重的分配不均 維持社會內部的凝聚 同時對於自由貿易 也不是毫無保留的貫徹到底 它會保留很多敏感部門 比如說農業 對不對 等等等等 就是說它可以做特殊保護 也可以有短期進口限制 也可以有產業救濟 它有很多很多例外的東西 讓它能夠讓很多社會 能夠適應這個遊戲規則 對不對 不是說一旦這個產業結構一旦變了 然後所有這個相關企業都倒閉 然後勞工都失業了 而且很難轉業對不對 它一定要有其他的措施 來輔助它 或是來協助它 當時最重要的一個是 嚴格限制跨國資本流動 各位要知道我們今天很熟悉的 說很多資本帳完全可兌換 完全可自由 這是跟各位講 這是九零年代以後的事情 在八年代中期以前 大部分國家都採取有限度資本管制 那聽起來更不用講 那更不用講 那管制更嚴格 為什麼會解除 當然有各種原因 但是應該說美國產業空洞化 然後它要靠服務業賺錢 然後華爾街在美國的這個政治 這個遊說裡面 是最有勢力的團體 他來推動他的agenda 他覺得我的金融服務業 比大家都先進嘛 把這些所有國家 尤其高成長國家的 資本市場全部打開 保險全部打開 那我就可以什麼 我就可以有巨大的傷機 另外就是歷史教訓太遙遠 被蛇咬已經是幾十年前 忘了 忘了痛 然後又相信說 現在我們數學模型太精緻了 太成熟了 風險完全可以轉嫁 可以分散 不用擔心了 這個我們跟1920年代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不用擔心這些東西 防火牆都可以拿掉 可以有非常高的幹崗的 然後有一大堆衍生性的金融交易 這些都是在80年代末期以後 90年代才開始流行的 那這就是我剛剛講很重要的背景 很重要的背景 原來這些都是什麼 是維持我剛剛講的說 社會保護 跟資本領域破壞氧之間 它要維持一種平衡關係 這是戰後前面40年 基本的一個框架 那的確呢我們說 此時此刻我們來這樣看 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很多這些不協調現象 這些衝突 這些舊秩序的這個根基的動搖 基本上我們說 國際體系統 只能進入一個秩序重組的階段 我在這個最宏觀的一個 當然這個很武斷 但是我基本的觀察 就是我們已經人類這個社會 正從一個西方中英世界秩序 過渡到非西方全面崛起 這樣一個階段 我們現在 而且這個趨勢越看越清楚 我其實2004年就講了 當時沒有人相信 OK 現在相信的越來越多了 因為現在這個趨勢太明顯了 然後我們也是另外一個過渡 是說美國主導全文化模式 會逐漸轉為到中國推進的全文化方案 這個趨勢也很明顯 因為這個一帶一路就是一個代表作 就是中國推進全文化方案的代表作 但是我們的確會在新舊秩序並存 它會很長的時間 舊秩序也不是一夕之間就崩解不會 它會很虛很長的時間 新秩序也不是馬上就確立了 馬上就茁壯了 所以這個過渡期期會拉比較長 所以我們說震盪跟局部思緒也很難免 我們也就處在此時此刻 我們就處在此時刻 但是我並不同意 Joseph Knight 他對Kinderbolt Trap這樣一種觀點 因為我覺得他這個憂慮是稍微過渡一點 他為什麼會很憂慮這個Kinderbolt Trap 我覺得基本上我認為他高估了美國 對當前的我們說自由國際秩序也好 或者是所謂全球化的基本架構它的作用 其實美國的作用是有正也有負都有 它是一個很複雜的一種 我把它叫講面性 就是說美國也做了好事 但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它其實穩定來源也是不穩定來源 OK 那但是Joseph Knight很愛國 他不會去講另外一面 他只會選擇性講美國的正面作用 或積極作用 所以他這樣會高估美國作用 他其實也忽略西歐國家其實也還蠻重要 就歐盟或是以德國為首的 他們也一直還是扮演一個 就是說往往是在美國很不負責任的時候 歐洲出來說來設法來一方面是牽制下美國 或是有時候部分填補它的作用跟角色 我們現在說這些科技巨獸 沒有人可以截止他們他的權利 他壟斷權利 美國是放任他的 而且還維護他們的這種放任的原則 那歐盟有時候要介入 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要對這些科技巨獸要制定一些新的遊戲規則 但也不容易 因為他呼掌難免 另外我覺得 Nine最大的一個盲點 他第一個以中國為首的新市場國家 他支撐權利化的能力跟意願 這接下來就是我要來講 我的一個基本的觀察 那首先我剛剛講就是說 美國他是 我剛剛講說他 他 我們當然要給他足夠的一種公平 就是說他在1946年 對不起 44年到46年之間建構這個戰後體系 的確當時我覺得他是非常有非常好的一種藍圖 而且他也總結了我們說這個20年到30年代 甚至可以說一戰以後 整個西方歷史的走過那一場慘痛的教訓 所以他有個 比如他當時有個很強的共識 絕對不能跟一戰結束一樣 說要戰敗國賠償 沒有 相反我要幫他重建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不一樣的超越 對不對 而且當時還有什麼 還有蘇聯集團跟他競爭 有兩個體制競爭的這個生存危機 他更要對不對 要做一個完全跟一戰之後的 完全不一樣的戰後的秩序重建 對不對 也總結了當年這個國聯的這個失敗 對不對 要建構一個要超越國聯 等等等等等等 但是呢我們說 所以我說陳也美國 拜也美國 但這個體制其實從1907年代開始 就到處出現了各種的干戈的問題 或甚至說破綻 為什麼 因為美國自己開始 越來越我們把它叫例外主義 單邊主義 而且美國自己對國際規則 經常選擇性適用 對我有利 我就用 對我不利 我就耍爛 而且你說 你拿我怎麼樣 我是老大 對不對 規則是你要適用 你要適用 不一定是我 可是這樣的話 這個規則的合法性 一定慢慢被侵蝕 一定是這樣 一定是這樣 比如說我們講 美國這個貿易法案 這法案的精神 根本是違反WTO的 這是它的單邊的國內法 對不對 但它就寄出來 好 它警告你 你敢去告我嗎 我市場最大 對不對 我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手段來 對不對 讓你這個產品不好 賣到我的國家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作風其實 尤其就是說 因為美國 你可以說 它以前可以很大方 為什麼 因為它的遠遠 在每一個領域 都遠遠超過所有國家 對不對 它的工業生產業 它的科技 但它等到 它不是那麼憂鬱的時候 不是優越的時候 它就開始精英計較 對不對 它老大的 不負責的那一面 就慢慢地 就浮現出來 OK 所以我們說 戰後美國 自己代重創立多邊體制 通常第一個任性違反者 對不對 因為按照聯合國 張誠的話 如果沒有 安尼會的授權 你是不能出兵的 你不能使用軍事力量去干預 去侵入人家的領土 那安尼會 對不起 因為五大國都有否決權 對不對 好了 那對不起 我 四十六年 四五年 不是 比如說我們說 現在有全世界 我們有暖化問題 有氣油變遷問題 對不對 我們需要上新的規範 這個是以前沒有東西 那誰來帶頭 一開始西歐帶頭 對不對 然後後來中國印度 他們也願意參與 美國是什麼 最後一個參與的 對不對 它很不 心不甘心 這不是它頂頭 它也不相信這個東西 對不對 所以其實80年代90年代 所有很多新的 全球的新的一種 我們說協商機制也好 治理這個體制也好 很多都不再是美國帶頭的 相反它是拖累的 它通常是最後一個 心不甘心不願的 甚至還是繼續維持它的否決 這個現象非常非常普遍 而且有的時候 你要它參加可以 它說我是特殊待遇 就在情況下我可以參加 現在川普就要求這個東西 總而言之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 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我剛剛講 就是戰後前面40年 它有一個我們把它叫 鑲嵌自由主義 它就調和資本主義 本身的破壞性 掠措性 跟社會保護 或勇氣發展的 這個之間的這個矛盾 可是這個 這個平衡已經被打破 什麼時候被打破 就是我們把它稱為 新自由主義革命 這就是很多人崇拜的 裁齊爾跟雷根時代開啟的 也有人把它叫新保守 新保守 就是推崇市場萬能 然後把政府說得一文不值 政府是問題的來源 所以就是整個改變了 我們說就是說這個 這個政府跟市場 或者是國家跟市場之間的關係 它產生的基本很簡單 就是說大部分國家的政府 它的經濟跟社會職能 被逐漸的壓縮 甚至被架空 現在很多政府 不管是民選的 事實上它能做的事情很少 因為它無能為一 因為有太多的跨國企業 國際組織 國際規範 都是凌駕在它之上 它也不能去改變 它只能適應它 它只能適應它 所以說大部分國家都處於一種 叫政治諸如 面對經濟巨獸 當然這個巨獸又是有形 又是無形 無形就叫市場力量 這個market forces 那有形的話 Facebook Apple Company 這是有形的 Facebook等等 然後呢 在這個新自由主義之下 所推動的全文化模式 它必然導致 就是說 全文化利益跟風險 分配嚴重不均 因此它就動搖了 這個秩序 國內的社會知識基礎 而且讓跨國資本取得 絕對的支配性的地位 我常常講說 你真去想想看 我們現在人 每一個現代社會的 每一個人 你的最重要 影響你的安全 包括食品安全 你的福祉 你的就業 你的養老 最大的影響力 往往不是在那個首都 那個政府 而是其他這些 我們沒有辦法監管 沒有辦法表達意見 的那些跨國行動者 包括比如說 我說三大這個 信用平等這個機構 對不對 他很多國家的經濟命脈 是抄在他的手上 OK 他去調降你的信用平等 那後果是非常非常嚴重 那當很多國家內部的 勞工跟中產階級 事實上他們的 在這個階段 在過去三十年 他們過去說 享有一些基本保障 慢慢都逐漸地被拆解掉 而且普遍出現就是說 勞工被擠壓到 就是說 這個服務業去 很多製造業空洞化 然後中產階級也不斷這個 我們說趨貧 就是接近這個 這個貧困化 這個 那另外就是金融凌駕實體經濟 大量的這個儲蓄的資金 都進入這種虛擬的 投機性的交易裡面 而且它對實體經濟構成巨大的 一種干擾 巨大的干擾 我們有一段很長時間 這個美國最好大學的 數學系跟物理系 都不是去產業 不是去Bell Lab 也不是去NASA 它去哪裡 去華爾街 做金融工程 OK 做金融工程 然後熱錢 信奉坐浪 資產泡沫此起彼落 這些都是 我們說 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 圈化模式 它為什麼 我把成交不可思緒 那這個圖就更清楚 就是說為什麼 會有川普現象 會有川普 這個是一個統計 這統計時間很長 從1911幾年 一戰以後 一直到2010年 100年 那麼我們說 紅線是什麼 紅線是最高的 前10%的 這個最高所得成 它的薪資跟資本 這個收入 OK 它佔總收入的比重 藍的就是剩下90% OK 那我們來看 在經濟大恐慌前夕 也是出現 急劇的經濟兩極化 10%的人 囊瓜 將近一半 的這個 這個 所得 然後剩下90% 實際上這個也是 醞釀的 我們說 事實上經濟危機的 一個 一個基本條件 因為 這因為出現總體 需求不足的問題 對不對 會出現這個問題 因為中產階級跟這個 勞工年齡 都沒有能力消費了 就在這個趨勢之下 好 那這個趨勢被扭轉了 在戰後 整個被扭轉 等於說戰後 是一個重新的 重新推倒重來的 一個新開始 很多資本 其實都被戰爭摧毀掉了 重新開始 重新開始 好 所以這時候你看 戰後一開始 65% 前90%可以拿到65% 而且很長一個時間 一直要到70年代末 然後呢 上前百分之 因為這經過稅後 這不是說初次分配 這二次分配的結果 因為它有 政府的移轉性之負 可是我們來看 我們講雷根 才起了新自由主義革命之後 就很清楚 就是這個歷史重演 有沒有 然後就在這個時候 就到前幾年 事實上百分之十 已經超過百分之一半的這個 百分之五十點四 所以我就說 我剛剛講說 新自由主義指導下 全面化模式不可持續 因為它政治基礎一定是被鬆動的 所以才會有川普現象 儘管 就是說我們看到逆權就壞了 儘管我們看到 就是勞工專產階級 在很多歐洲跟美國社會的 這個 反撲 但是我還是認為 這只是一個新舊秩序 交替的這個歷史階段 那麼這個Kindleburg Trap 並不是一個 那麼迫在眉睫的一個威脅 當然我們要關注它 但是為什麼呢 第一個呢 全球化難以逆轉 而且很多的 包括美國 川普也一樣 他很快就發現說 他要去拆解這個全文化的架構 是成本太高 幾乎不可能 幾乎不可能 他可以做做樣子 他可以雷聲大 但畢竟一定有一點小 一定有一點小 OK 否則的話呢 對美國也好 他根本是經濟自殺 如果他真要來拆解這個東西的話 這個我等一下還會再展開一下 另外就是說呢 其實現在歷史條件不一樣 在當年也是一個歷史偶然 就是說讓一個絕對超強 唯一的絕對超強 他可以重新去建構一個自由國際秩序 當時這個秩序要這樣建構 一次把它一步到位 的確不太容易 所以它可能是需要一個單一把權 但是呢 這個秩序一旦建立了以後 它的維序就不建立了一個單一把權 而且單一把權有的時候還會 我剛剛講 它有的時候反而會變成越來越片面 越來越自我中心 它還削弱這個體制合法性 所以其實過去三十年 國際秩序已經展現出 適應美國相對衰弱 跟單邊主義衝擊的韧性跟彈性 所以這個體制還在演進的 它並不是停滯 也不是完全倒退 可是美國的相對衰弱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所以呢 其實我們現在講 金德伯的陷阱問題 早就出現了 其實這個 它已經經過一定的考驗 但另外還有很重要 就是中國的角色 因為我認為中國已經開始 為國際社會提供大量的補充性 或契在性國際共產 國際共產 而且它已經建構了一個 全方位 多層立體的全球跟區政策協調 跟深化合作的機制 而且它也正試圖地協調 所有重要新一事項國家 那麼成為全球化下一個接棒者 助新的動力 這個趨勢現在這幾年非常非常清楚 我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稍微簡單的介紹一下 甚至你可以這樣講 當我這樣講 我的美國很多同事聽得很刺耳 就是很不習慣 因為他們過去從來沒有聽過這種言論 就是說 我說美國逐步退位 可能正好可以修補這個自由國際秩序 正好修補它 然後改革全球治理機制 而且甚至可能是一個歷史機率 那我很快地稍微談一談 我為什麼有這些基本的這種 分析的這個觀點 首先我們來看 我剛剛講說 這個全球化很難擬斷 因為現在的全球化 跟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其實還不太一樣 當時如果說我德國我要保護我自己的鋼鐵 我自己的鋼鐵也是 除了礦砂需要進口 其他不假外球的 我的技術 我的上下游 都在我自己國內 OK 它不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這樣一種分工不是 所以我要保護我的汽車 我的汽車 我所有需要的技術 零組件的供應箱都在我的境內 OK 我就保護就可以保護了 雖然經濟效率會差 但是我不會活不下去 OK 現在沒有了 我說經濟孤立選項根本就已經消失了 對不對 因為現在今天的國際貿易提示 它骨幹是全球供應鏈 對不對 還有銷售網路 它是全球跨業企業所建構綿密的 這樣一個生產分工 對不對 我們曉得一個iPhone裡面 有多少不同的零組件 來自於全世界各個不同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幾乎所有國家 美國都不例外已經失去什麼 所有重要的現在工業部門說我要高度自以自主 根本沒有這個選項 沒有這個選項 除了你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而且需要很長的時間 才能做完這個調整 比如說美國三大汽車工業公司 當其中有一家已經不是美國的了 Cressler是這個Mercedes 事實上它已經對墨西哥邊境對岸的那個 邊境外的那個汽車領主的供應鏈 事實上它已經形成了一種依賴關係 你要切斷它太難了 而且也很難再移回美國 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最大獲取來源是哪 是它跟上汽集團合作的合資公司 中國通用 這是它最大獲取來源 其實坦白說 比如說在08到09 如果沒有中國大陸的這個 這個獲取來源的話 它會更慘 當然華府也救了它一把 OK 大家都知道通用裡面 一個最暢銷品牌叫Build 因為它是大重型的車 這個品牌的車子 百分之八十在哪裡出售 在大陸市場 百分之二十是全球市場 難想像 難想像 通用 對不起 波音的營收百分之七十來自於海外市場 它在空運上也是遍布全球 你說iPhone的手機要移回美國 幾乎沒有可能 所以這些都是我剛剛講的 沒有這個選項 其實沒有這個選項 OK 那更不用講說 就所有權結構來講也是一樣 就是 現在很多都是高度的 這個你中有我中有你的這個 這樣一種所有權結構 對我們都知道 這種都好像台積電捐的 對不對 一部分 台積電上是一個外資企業對不對 對 因為它的主要股東都是 都在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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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應該這樣講 唯一有可能把 我們現在講的高度一層的 世界的這個全球這個產業分工 說 它會一系之間退回到 一百年前 只有一種可能就是世界大戰 一打仗那就 那就這樣 對不對 那唯一可能出現那個戰爭 就是 我們之前講的 對不起 修斯底德陷阱 但是可能性也是太低 太低 就是說 就是說第一個 因為有核子武器恐怖平衡 對不對 而且美國跟中國其實他們相隔 太平洋 跟德國跟法國的關係不一樣 它沒有核心安全利益的直接衝突 它只有間接的這個衝突 而且它經濟合作利益大於衝突 等等 然後金融也是相依 產業鏈也很難以分割 對不對 你到Walmart去 如果說沒有Main in China的話 Walmart基本上就關門了 對不對 好 那麼等等了 就是 除了美國跟中國社會之間 還有很綿密跨國的這個金融網絡 他們是起這個緩衝 這個這樣一個作用 而且太多全球性疫情 他們之間彼此需要 單獨都不足以支撐 獨木密碼支撐 合作的話 它的這個空間非常非常大 好 那麼另外我剛剛講說 其實美國領導角色退縮 也不是現在才出現 也不是川普上才出現 其實已經出現了 它這個很漸進的過程 已經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 甚至你可以說更遠 說從那個1970年 Nixon Sharks開始 就已經在退縮了 就已經在退縮了 當然因為後來美國在 90年代開始 因為它有一個新的新科技 對不對 複蘇 所以它又在有些產業領域 它又居於一個 比較領先的地位 所以它比較有信心 對它就開出很多 自由貿易協定 但總而言之的話就是說 其實這個自由經濟秩序 它其實即使 美國不再扮演領導角色 其實它不斷也在演進 而且也在適應 美國不再扮演領導角色 這個新的事實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在早年 我們說在大概八年代以前 美國跟歐洲國家合在一起 在GATT或WTO裡面 他們就可以領導 這個多邊貿易談判 他們就是主導者 然後其他國家 基本上會親民於它 但慢慢這個領導權 已經沒有了 對不對 然後中國 巴西 印度 都起來了 而且有很不同的agenda 那這個時候呢 所以這個WTO就慢慢 就停滯了 它很難往前推動 甚至有的時候它會被侵蚀 被很多雙邊的多邊的 那這有好個比喻就是說 就是我們的主動脈啊 沒有辦法更通常 對不對 但是國家和國家之間呢 就會說好吧 那我們就搞小循環 我們就刺動脈 微血管把它稍微先 弄得更通常一點 總比對不對 總比這個沒有好對不對 就是把這個貿易障礙啊 這個等等 更進一步簡化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說你看 就是從1990年開始 雙邊跟多邊自由貿易協定 就是 雨後春省一樣增加 因爲什麼 因爲多邊談判 多發回合談判 全部停止 對不對 也就是大家都在適應這個 但是還是有那個動力 就是說我們還是要 參與這個國際分工 互通有無對不對 發揮自己比較優勢 這個動力還是在的 不然不會出現這個局面 不會出現這個局面 甚至有人說 其實 美國建構的架構 其實它裏面 有些 制度設計 有足夠的彈性 可以 可以出現和平的 領導權的交接都可以 這可能性是存在的 當美國制定這個條款 他當時沒想到說 他 有可能 他可能要被繼承 OK 從想都沒想到 但是他 他當初有些 國際這個規範 或者是條約跟組織的 章程裡面是用的 比如說 最近這個 這位女士大家知道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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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 IMF的總裁 對不對 法國 原來的裁長 她 前一段時間 沒有多久前 她在華府一個演講 這個大家都嚇一跳 她怎麼會講 因為她大概也對 川普上台以後 美國的很多政府的一些 很 也非常非常憂慮 非常非常憂慮 等於美國在拆解 對不對 然後這些 這些基本的多邊架構 她就暗示她說呢 她說 她說這個 按照我們章程 也不是不可能 有一天我們總部會 簽到北京去 這她公開講的 為什麼 因為她章裡面就是說 就是任務權最大的國家 也就是應該總部所在地 OK 好 那麼 當MF任股權在2009 已經調整過一次 但是調整不夠 事實上那次調整什麼 美國說 我的不能動 對不起 那歐洲說 好好好 那你不動 可是 這個 中國印度什麼 都說要增加 對不對 好吧 那我們少一點 所以我說西歐的時候也很重要 就是老二老三 沒辦法只好 遷就一個耍賴的老大 對不對 經常是這樣 但是呢 那這一輪根本還不足以反映 新市場國家在全世界經濟裡面的份額 跟他們的實力 所以要求第二波 第三波 會不斷地來的 最後美國可能被迫 必須要放棄那17%的投票權 OK 當然美國願不願意這樣做 還不知道 但是章程裡面它實際上 本來就是這個精神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就是說 所以我就說 既有的體制 也不見得它本身不能去適應 我們說新的這個 新的這個 我們說結構跟形式 甚至我們可以這樣講 它本身已經 跨出很重要一個眼鏡了 大家記得就是說 在2008年之前 全世界的經濟 所有的這個協調問題 最重要的平台 是哪個平台 就是GA 但後來變成G7 因為俄羅斯後來炒班了 對不對 只像原來這個七大工業國家 那那裡面是以美國為主 但是呢 現在最重要的平台已經什麼 已經是G20 對不對 G7的聚會 現在報紙已經不太報導了 不重要 或者他們說的不能算 不算數 對不對 因為如果你沒有 中國 印度 巴西 俄羅斯 還有這個 沙烏地阿拉伯這些重要的 他們參與不行 不算數 而且你們也 沒有辦法自己獨立來解決 世界經濟所有的問題 所以其實G20本身就是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跨越 而且在G20裡面 當初G20召開 實際上是美國第一次召開 對不對 08年10月在華蜀 但美國的領導角色 不斷在退縮 不斷在退縮 而從去年開始 中國在裡面的協調的角色 不斷地浮現出來 而且在去年的杭州的高峰會 G20是第一次 他重新對G20的定位 跟他的任務 重新有一個新的一套政策文件 這個實際上 這個中國扮演角色非常重要 因為他幕後在穿梭這個事情 他要把這個機制 就是從解決短期的 全球經濟衰退跟保護主義 蔓延跟金融不穩定 這種短期問題 要轉向長期 開始設定長期的 這個經濟治理 這個改革的議程 這個是G20本身一個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跨越 所以我就說 這些體制本身的演進 它不斷在進行 不斷在進行 所以我們不要去低估它 不要去低估它的韧性 不要韧性 那另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變化 就是我先講 就是說 以中國為首的新市場觀 已經成為世界經濟骨幹 常常我們說 以前這個說法都是未來的 那我跟各位講 未來已來 未來已來了 不是未來 它就是今天了 叫未來已來 未來已來 而且不但如此的話 他們現在已經是支撐 全球化的主要的一個推進力量 而且也是在未來二三十年 全球治理機的改革 它們的主要動力來源 會不會來自於 這個新市場觀察 首先我們來看它的變化 從2015年以後 中國就取代美國 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貿易國 再過一張就是德國 第三大 第三大 但你再往前推的話 你可以看出來 中國 印度 跟德國 這三個國家 它的比重越來越大 而美國相對比重 就是在逐漸的減少 當然美國也還在增長 也在增長 那歐洲其他國家 當委託會更厲害 所以就世界貿易體來講的話 它的影響力 已經出現了一個 很戲劇化的變化 那我們再來看 全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 全世界經濟增長 事實上當然在這幾年都減速了 尤其從這個 這個08、09以後 但它還是維持到3點幾 對不對 3.6、3.7的增長 它增長的來源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 主要中國本身就是 大概可以說 貢獻的三分之一 多一點點 然後另外就是其他的 金磚五國 還有其他的 所謂信義上位 這三塊加在一起 這三塊加在一起 實際上是70%以上 70%以上 他們才是今天 因為實際上 這個經濟增長的動力 但我們說 也不是永遠成長都是最好 但是就是說 你還是需要一種 溫和增長的動力 因為這樣的話呢 全文化本身才會有 不斷的支撐力量 而且你才會有 足夠的經濟的 這個新的資源來 來進行分配 如果我們把這個視角 放得更長一點 這是這個Price Waterhouse 它的智庫 就做了一個報告 剛剛今年才發佈的 去年也做不 不過今年更新 它已經預告就是說 未來全世界經濟的主角 已經不是傳統的G7 而是E7 Emerging 7 這Emerging 7 都顯示出來了 對不對 中國大陸 印度 俄羅斯 印尼 土耳其 墨西哥 跟巴西 OK 他們如果以購買力等值來計算的話 他們在2013年 E7的經濟總的體量 已經跟G7 併價齊去 當然Nominal還不到 但是如果購買力等值 已經是 在2013年就已經併價齊去 那如果再過來的話呢 就是當它這個推估很長 在2040年 離線還有20多年 其實E7會是G7的兩倍 是會是它的兩倍 很簡單 因為歐洲的經濟成長會非常慢 非常慢 美國也會比較緩步增長 所以這是它的圖像 就是以後的全世界最大經濟體 長城來看排名可能是這個樣子 當然這是一個很大膽的一個遙遠預測 就是中國 印度 美國第三 德國會跌出前八大 但還是不錯的 因為它的製造業還是很強 所以這個是 我剛剛講就是說 其實這已經是一個 一個很清楚的一個大的結構變化 為什麼我才說 一開始就是說 是從西方中心的世界 開始過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 我們已經很清楚 進入這樣一個時代 另外呢其實在不知不覺的 因為過去很多西方國家 或者很多都說 中國你都是大便車 對不對 你從來也沒有承擔 這種國際領導者的角色 你更不要講 提供所謂的國際公共產 對不對 但這兩年的變化非常的大 其實也不只兩年 至少已經十幾年 不過就是這兩年特別明顯 如果你現在要重新去 去這個做一個檢視的話 你會發現說 它其實在提供所謂 至少我們不是全面性 就是補充性 替代性國際公產 它已經非常可觀 非常非常可觀 而且有些部分是超過原來 美國跟西方國家 扮演的角色 已經超過了 有些部分當然還遠遠不及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 在這個1997亞洲金融風暴之後 那麼中國跟日本就合起來 設立一個叫青脈協議 OK 後來又研發成各種的雙邊跟多邊 叫換匯機制或換匯協議 這換一些就是說 如果出現外匯的危機 或是碰到索羅斯這樣人 在攻擊某個國家的時候 全面做空的時候 所有這些央行 就按照原來的協議怎麼樣 就是要提供這個禁忌融資 事實上這個機制 只要擺在那地方 索羅斯就不敢動 國際的這種 突音就不敢動 因為它知道說 你最好不要跟那麼多央行 同時作對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一個安定的東西 那為什麼需要這個東西 因為很多人說 我們再也不要去那個當鋪 去求救 那個當鋪叫MF 對不對 韓國說我再也不要去那個當鋪 印尼說我再也不要去那個當鋪 對不對 因為它的條件太苛刻 它給你看的藥方呢 讓你這個 就是說 一方面可能也就你 這個 一時這個急症 但也讓你元氣大方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自己互助 這就是什麼替代性啊 對不對 所以這些國家說 以後我不需要去求MF 上 因為這些機制成立 MF態度也改變了 他們說來來來來 我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那些做法 可能也有點問題 所以這很微妙啊 這個這個體制眼鏡 就這樣的相互這種 會會連動的 會連動 那我又舉例子 比如說 開發中國家的長期融資 大家可能不知道 世界銀行 還有跟它的這個 我們說姐妹的這種機構 比如說 比如說美洲開發銀行 亞洲開發銀行等等 他們的資本結構 你去看 30年40年 基本上沒有大變 當時事業經濟 跟現在是倍數 對不對 也就是說它的功能 不正在萎縮嘛 它就越來越不起作用啊 對不對 你根本支撐不了今天的 開發國家 中長期融資需求啊 對不對 你號稱說我還是世界銀行 對不對 好像說只有你一家 沒有別人可以替代你 但你已經不扮演那個功能了 坦白講 大家可能也不相信 中國的進出口 這個銀行 跟它的國家開發銀行 國開行 它對拉丁美洲的融資 當時比較優惠條件的融資 或是非洲國家 它總而都遠遠超過世界銀行 跟其他所有的開發銀行的走合 早就超過了 OK 那它現在還要做什麼 亞洲 對不對 紀錄建設銀行等等 這些都是我說替代性 普通信的國際公共財 其實都是 如果再來看的話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 現在全世界深水港的碼頭 貨櫃碼頭 大概70%不是中至有港市 長期成租 而且負責整個興建 升級更新 其實我們知道說 有一個公共財 上帝給那個就是海洋 但你有海洋不夠啊 如果你沒有很好的港口 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利用海洋 你的港口到內陸 沒有很好的基礎建設 你也不能讓這個 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公共財 能夠造會很多 整個不同的區域 這個很重要 對不對 所以它現在最大的一個特殊 它現在主動在推動很多 叫跨國基礎建設 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我可以跟各位說 就以前世界銀行 了不起就是說 一個國家的某一條高層 對不對 說我現在幫 那麼多國家 同時去規劃一個東西 我要幫它融資 從來 還要幫它興建 從來沒有過 那它還有很多 包括電子商務平台 電子支付系統 營電支付 這是獨立於 原來這個 西方建構這套機制之外的 那麼 那原來還有 北斗衛星定位 它將來就會變成 這個GPS 另外一個替代系統 這些都是我剛剛講的時候 這個已經在發生了 而且快速的 快速的發生 快速發生 我現在舉個很簡單的一個例子 大家很難想像 這是一個中國跟非盟 非盟是非洲的聯盟 有像歐盟一樣 它現在正在蓋一個叫什麼 叫做非洲信息高速公路計劃 八橫八重 聽起來有點像中國大陸高鐵網 不是 這是非洲的光纖 高速光纖的這個骨幹 骨幹網路 長度總長度會到15萬公里 穿越48個國家讓七十二大陸 這會讓非洲 整個在這個數位時代 從這個基本的這個基礎建設 脫差換國 這個是很重要的功能材 別看 非常非常 而且沒有任何一個非洲國家 可以獨立可以去提供 那西方國外國也沒有意願 去提供這個東西 其實這種例子其實非常非常多 那當然這個時間我就不多說 另外就是說它也建構了全方位的 我剛剛講政策協商機制 在這個最頂端設計很簡單 一個是基川景 對不對 這是包容全世界所有主要的經濟體 住在裡面 西方國家 西方國家都在裡面 還有產油國家代表 那這個是最重要的 跟它平行就是這個叫做 金磚五國峰會PLUS 這個PLUS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原來這個金磚五國是一個封閉的 對不對 它只有五個國家 並不能包含我剛剛講 E7裡面所有國家 但金磚五國這個機制 已經運行了九年以後呢 它現在就要往下一個十年做跨越 這個跨越就是什麼 要把它擴大成叫PLUS 就是要把所有重要的Emerging market 新款都把它新拿進來 包括墨西哥 印尼 伊朗 對不起 土耳其 還有像奈吉伊朗 這種重要國家 那這個整合平台 讓它 這個就我們說 新市場國外 會在集團裡面 會變成主導力量 好 這個趨勢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看它跟所有區域 它建立什麼 建立這個 就是說多邊的協商平台 中國 歐盟峰會 中國與中東 16加1領導人會 等等等等 中非合作 還有中國跟阿拉伯聯盟 中國跟拉利美洲 加勒比亞共同集 只有這個不是峰會 這個以後也會變成峰會 當然還有它自己做東的 一帶一路峰會 在上海 另外還有最新的一個記錄 叫1加6圓桌對話會 大家可能都沒有注意到 因為我們台灣媒體基本上 對這些事情都不感興趣 也不太報道 剛剛跟我沒關係 這什麼 這什麼叫1加6呢 大家看這個場景 這9月份啊 就是之前不久 那麼李克強坐在這裡 他召集了6個龍頭機構的負責人 哪6個龍頭機構 這些龍頭機構 基本上 絕大部分 除了這個OECD以外了 都是美國人在戰後 當初是創建的 或者他們是帶頭創建的 MF 對不對 世界貿易組織 原來是GATT 世界銀行 國際勞工組織 它聯合國體系裡面的 然後OECD 對不對 所有這個富人俱樂部 對不對 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 還有這個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這是2009以後才成立的 就是 就是專門要 確保全世界的金融體系的穩定 OK 最近很多 對於比如熱錢 還有很多這些新的一些規範 現在我們現在銀行有那麼多 一大堆新的表格要錢 跟它有一點關係 除了美國查稅以外 就是跟它有關 制定很多新的一些 金融一些監管的規範 所以這個體系其實在我看 它已經什麼 就像一個圍棋 它佈局都不完了 全球佈局 它已經佈完了 當然不是每個都一定能發揮它的作用 但是它的這個基本的框架 就在這裡 所以總而言之 其實最後我要講一下就是說 美國逐漸退位 也帶來 就是全球 自以其次改革的歷史 因為 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過去三十年 推動這個我們說 這個 就是說這個 新自由主義改革 讓原來戰後的自由 國際經濟秩序 它的社會基礎 已經出現重要 就是一定要修補 要經濟修補 那麼讓全文化的風險跟利益分配 以及這個 貧富兩極化 這個導致合法性問題 要得到一定的矯正 那另外就是 過去的國際公共財 其實美國 因為它本來還是一個深信 就是說 私人跟市場 實際上很多急需的新的公共財 美國都不願意去推動它 不願意 比如說全球暖化就是最明顯的 還有很多很多其他領域 還有很多領域 比如說我們說現在很多人抱怨說 比如說避稅天堂 對不對 全面很多避稅天堂 那有錢人根本 可以把財富都藏起來 對不對 企業也可以把現金都藏起來 這些避稅天堂怎麼來的 都是什麼 其實是美國 爭之眼 閉之眼 讓它存在 對不對 讓它的企業 讓它的有錢人 可以去 把財富移轉到海外 把避稅天堂去 那照來講 其實這個 絕對需要一個國際性的 這個稅制改革 對不對 讓所有的富裕階層 跟這個企業 要納一個全球基本稅 我們這樣講 這絕對符合公平正義 也符合所有國家財政需要 但它為什麼不會出現 因為沒有人推動它 沒有帶動這樣一個 這個全球自己機制改革 很多啦 還有非常非常多這些問題 那更換我們說 科技變遷帶來的 巨大的利益協調 跟負顯空管議題 現在這個 Facebook收集你的資料 它怎麼用 你也不知道 Google 對不對 你依賴它很方便 但它也變成一個 最大的一個壟斷平台 都沒有國際監管 OK 而且他們也抗拒國際監管 這些都是一個 全球自己的新興議題 但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國家來帶頭處理這些問題 所以總而言之的話就是說 可以說 現在很多全球自己機制 它是跟不上 這個全球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 也科技變化 它也 並不能正照顧 廣大非西方國家的生存跟發展 那也我發現他們 在世界經濟裡面分了 這個我想是 未來 新的變化的一個大方向 好 我想我時間也差不多 我就報告到這邊 謝謝各位的營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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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想想說下次不找他了 我已經可以讓他賴跳我也不要找他 所以這就是公共財提供獨家的時候有時候會出現很很吊詭的問題 好了我先回到你的問題 其實應該這樣講這個中國的政策之景包括周小川在內都也推崇超主權貨幣 也就是要到SDR回到1968年最早的構想一步步的變成就是國家之間進行清算的接下單位也會變成國際的很多金融產品接下單位 好 那麼現在還沒有真正走出這一步 為什麼 因為MF裡面美國是有否決權的 OK 有否決權 但已經走出一小步 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沒有 去年 四葉銀行發行的一個從來沒有發行過的債券 叫SDR計價債券 它的簡稱叫木蘭 花木蘭 因為它在中國當中發行 但是因為SDR不是貨幣嘛 它不是真正 所以它是用人民幣交割 但是它的價格是SDR來計算 也是一攬子貨幣嘛 就是這樣讓那個比例去 這是第一步 它變成一個金融市場上可計 以SDR計價的一個交易產品 但它是一個小試點 但它可以放大 如果它真的可以慢慢可以扮演那個功能的時候 其實不見得每一個國家一定要全部開放它的資本帳 不見得 它可以回到七年代局部開放 不是完全不開放 而是有限度開放的資本帳 同樣可以去支撐一個超主權貨幣 所以我就說不需要去想說 一定是把美國在七年代八年代 那套體系要重新複製一次 不見得 但是你會問的問題是因為我們每天在讀西方的東西 所以你就思考問題會這樣思考很自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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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問題問得非常好 其實我覺得 我們在看這二十一世紀的國際關係 我們過去都交點都放在中國跟美國這個主軸 其實我認為同樣重要 而且甚至可能會越來越重要 是這個龍跟象的關係 就是中國跟印度 那印度他當然 印度他在很多條件上 他當然還有很多 就是說一些瓶頸他要克服 包括他甚至他 他在文化宗教跟語言上 他還真正不是一個一元化的社會 但他的確有蠻好的潛力 那第一個就是他人口 對不對 他人口結構 對不對 就是他這樣人口還會超過中國大陸 而且在有些領域 就是他雖然基礎建設很落後 但有些領域他也可以 這個點的突破 那過去在這個外包啊 什麼這些東西還有軟件 我們都已經看到了 所以我從來不會低估印度 但中國跟印度就是 會處在一個比較矛盾的 就是說印度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要讓你當老大 對不對 我來支撐你的 我來號召就響應你的 但另外一方面其實 比如在WTO裡面 在這個巴黎這個協議裡面 中國跟印度發現 自己的基本的關注跟立場 其實很接近 因為它畢竟都是人口眾多的 還在發展中的國家 所以我覺得 中國跟印度 將來的 就是說磨合 我想是會影響到 全球 這一個很重大的課題 那這一面有一些 讓人擔心 但也有一些 不讓人擔心的地方 比如說我們知道 前在廈門這個 經濟五個峰會之前 中印的軍隊在洞朗地區 對峙對峙兩個作用 大家都在一說 會不會打起來 我就跟很多學員講 我說你放心 我只有記錄了 我說廈門峰會之前 一定落幕 果然就落幕了 為什麼呢 因為雙方坦白說 也是一樣 就是說你真的要把關係 全部撕裂嗎 沒有人可以承受那個後果 沒有人可以承受那個後果 相反我就說他們之間 當然就是印度本身 當然在地緣政治上 各方面 他對中國始終會有一定程度的防返 這也跑不掉了 而且他也擔心 中國的力量 會不會干預到 他在印度洋的傳統這樣一個 作為領導者的角色 尤其印度你要想 他對周邊 除了巴基斯坦他的宿敵 對不對 另外幾個小國 事實上印度也是一個霸權 而且其實是很不公平 對待這種霸權 但是就是說 但他已經習慣 因為他 他是一個完全懸殊的 對不對 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 這個比重 那他也擔心中國 比如中國 中廊地區那個公路 他特別敏感 倒也不是說那個公路 有多大軍事用途 而是說那個公路呢 將來可以通道布丹 然後布丹可能會慢慢 跟中國發生更親密的 更親密的這個經貿關係 所以的確你講問題是非常 但我覺得現在看起來 就是有一些機次 這個機次會讓他們呢 至少會有機會去做妥協 這個機制第一個就是 我們講這個 BRIX就是一個機制 對不對 那現在印度跟巴西蘭都要參加那個 上海上核組織 那會是另外一個機制 在安全領域跟反空領域 所以我想他們將來的關係呢 比較理想方面 就是有一層一層這種機制 把它都其實都綁在一起 就是說你也不可能掙脫它 你也不可能把它全部切斷 那麼另外我覺得就是說 中國可能就是說 在有些方面呢 我覺得對印度也不要太防範 比如說呢 比如在有些技術方面 或者是在 因為許多先生這個 印度也很希望像馬雲這種電子商務 對不對 能夠讓印度能夠一步跨越了 對不對 從實體直接到線上 但他也不希望最後都是中國在主導 對不對 他也希望陪著他自己本土的 類似像騰訊 類似像這個 阿里巴巴這樣的集團出現 我覺得這些可能性 這些相互的這種關注 跟關照可能都需要 是 喔 是 是 那個在大家發明的過去 Francis 浩克亞馬 反倒這個Evo History 是 好像說西方的民主體制 那當中市場經濟是一個 最後的最理想的一個Solution 但目前我們看到民主的體制 好像出現了一些問題 那些民粹主义原本的一些乱象 以后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民主体制是继续这样走下来 又是什么样的愿化 是不是院长下次再请我来做一个人家 没有这个问题太大 不过我先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稍微回应一下 上Francis是我一个还算蛮熟的一位 他当时很有名的学生 我们也算是一个colleague 第一个他现在已经不提他 当年这个历史终结论 他现在已经他自己不断 不过这个学者我还蛮敬佩他 因为很多成名的学生像他这种 那么少成名学者 他以后就唱一本经 一直唱唱到进棺材为止 他是不是 他是每隔十年或甚至每隔五六年 会修正他自己的看法 他不断会去看到新的一些变化 自己没想到一些变化 然后他会来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所以他是属于这样一种与时俱进的 那么当然就说在美国的整个主流的学术圈也好 或者在媒体 当然就说你当还没有像他这样一个成名学者 他当然也不可能说对民主体制有一种根本性质疑 但他会看到说的确问题已经累积非常非常多 对 我想他这两年一个比较重要的著作里面 大概有两个观点 我想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他说 他会就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治理问题 或者一个好的认知去怎么去建构跟维持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 不要只放在我们说过去人类 比如说两百年或一百五十年的这个历史年 如果我们是看三千年 甚至四千年的话 这时候你会得到很不一样的归纳 对不对 很不一样的归纳 那里面有些基本要素 基本要素 那里面很重要就是比如说 accountability 问责机制 很重要的机制是法治 这个等等等等 那这里面不是一定 就是说都是说 就是一定是普选 直选 多档制 那是比较很晚静的一些政治体制的一些演进 但还有一些很基本的东西 所以他把这些机制怎么去建立 怎么去进一步演变 他把它看着就是说 你要去看一个政治体制 它这个就是说 可持续的这种 一种维持它的这个稳定化 你要全方位去看 那另外他还提出另外一种重要的观察 就是说他对大部分国家来讲 就是说在你这个发展民主 多档之前 可能重要说你要有一个 比较健全的现代国家 这个建构 这个建构如果不完全 或者是还是一种 还没有真正 这个说一种 达到一个比较基本的一种条件化 其实你民主这个这套形式上的东西 你建立在一个完全没有根基的一个基础之上 比如像菲律宾就是属于这种 就是说菲律宾你说 这个军队不像军队 警察不像警察 对不对 然后这个法官这个就是收贿 就是说就整个东西是完全 就是说是整个现代一个基本的 我们说这种以这个能力 然后他有一定的内部的 这种权力制衡 然后他有依法行政 这整套东西都不完备 所以其实 现在如果你在问Francis Fukuyama 他就不会那么单纯说 我就给你这个药房 不够 他有好多东西要一起出现 好那这是这个他的回答 OK 但你说往前看 其实坦白说 有各种可能性 第一就是说 我刚刚在闲聊跟 这个陈校长还有几位 我说在网络时代 代意民主跟网络社会 其实两个是完全 就是脱节的东西 对不对 就是说 我说菲律宾要做个决定 这个决定是对市民来讲 是最好决定 或者说照顾最大做事人的一种需求 他是要去问市议会 还是请他的这个大数据分析 专家帮他来做分析 说不定后者其实提出的更真实 更真实 OK 更真实 那我常举个例子 我说 以前我们用这个代意制度 对 四年或五年投资票 如果我们说这个 这个政治体制也是一个说 把社会里面的需求 的资讯吸收进来 然后把它转化成output 对 转化成政策 对 我们就是一个data processing 我们这样讲 如果我们做这个比喻 这边是科技管理 我用这个比喻应该可以 那投票是什么 投票就是说 你每四年请每个voter提供你 大概两个binary或三个binary 或是四个binary的data 就这样没有了 对不对 就这几个数字 对不对 然后他就根据这几个数字 然后有四年就让他很难根据这个数字 他只是说大概有个倾向 应该这样讲 或是说我相信我有授权 所以我就代表你们了 对不对 但现在的社会是政府随时可以接受几亿个binary的资讯 对不对 来了解比如交通的需求 什么这个的需求 这个需求 什么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资源怎么做最好的一个optimal allocation 所以其实我就说这个科技进步早就已经 让我们有其他的 至少我们都辅助性 不要说替代性的 决策跟治理机制 绝对是可以去实验的 我想这个可能性已经存在了 好 这问题也是我常常在想的一个问题 我想在座人都在想这个问题 当然我想我也再做一次演讲 开玩笑 开玩笑 那个就说有时候要重合说起 就是说 但是我觉得最基本的 我个人这样认为 就是说在座不一定会同意我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要重新做功课 因为我现在讲这些变化 很多人第一个不见认同 不见得认同 而且还不相信 虽然证据越来越多 趋势越来越明显 所以我觉得就说 因为我们应该这样讲 这个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 比如我是台大毕业 然后去美国念书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很自觉 不自觉也好 很多就是说美国是翘楚 它是龙头 对不对 然后它是或西方 整个西方是进步的标准的 它也是示范者 也是制定者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追随它 就没有 不会错的 对不对 Silicon Valley有什么东西 我们就也想办法去学习一下引进来 对 所以我们的正人物每次最高兴 我去参加共和党总统提名大会 我去参加民主党总统提名大会 好像去取经意 我觉得这个追随 或是盲目追随 我觉得要告一个专门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整个是一个重新的认识 而且在认识过程里面 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视角 就是说绝对不能只看过去七十年 我常常讲我们要大历史 对不对 我们要把历史众生拉得更远 会有很多事情看得更清楚 你以为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 可能在更大的一个历史周期里面 它只是一个小的 或者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种视野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要开始去 也可以这么讲说 知识上也好 或在这个观念上 我觉得要自己重新武装 我觉得蛮重要的 因为这个社会 台湾社会问题是说 大家对未来有太多不同的想象 跟不同的看法 而且对外很多不同假设 对不对 有人假设这样 有人假设那样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这个社会就很难说 大家比较能够取得最基本共识 然后对于说很多大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取舍 对不对 就很难形成共识 那最后就说个性歧视吧 对不对 这个党执政走这一套 那个党执政走那一套 或者很多人就说 这两个党都不满意 对不对 我就自求深入 对不对 我去新加坡找工作 我去香港找工作 对不对 我去上海就业 是这样的啊 或者财商企业第二代 有些不想回来 他就干脆落地成根算 也有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你 你不能提供一个那么好 比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比较可预期的 而且也还有很多 很多一些机会 而且我们还对这个土地有责任 对不对 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选项 对不对 我可以拧个皮包 就做别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 但是很重要就是说 但是如果大家的 基本的一些 我说对这个国际的格局也好 对亚洲也好 对两岸 有那么多不同的一种 看法跟想象的时候 那就很困难 我觉得这是很 当然讲的很抽象 但我觉得很根本 所以我只能说 我以前很少愿意做演讲 我现在偶尔一年会有做几次 因为我真的很想 至少把我自己的观点 提出来给大家参考 我也不说我讲的都会对 但是我想 但是我绝对是非主流 这我有自知之明 绝对有自知之明 这个很清楚 前面 前面就两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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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是你啊 我想问的就是 中国或他要引导 接下来的原本是美国 所建立起来的 民主政治的国际 但他要什么 引导 他要更生 美国基地领导 政治环境的变动 好 这个清华很有水准 问才问就是 这是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 这问题 我不能说我有很 就是说很成熟跟完整的答案 事实上我也是跟Francis一样 我们要不断地 就是说与时俱进 真的 因为坦白说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几十年变化 是几百年来不曾有过 你没有参考坐标 没有 我可以跟各位说没有 所以呢 其实我相信中国大陆领导人自己 可能也不是羞辱成竹 说二十年以后一定是什么样 什么样 我相信他们也是在探索 也在探索 但他的探索我觉得 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呢 他90年代跟本世纪 头一个十年 他没有自信 他不知道他这一套自己的路 可不可以走得通 他没有自信 世界上很多官员 把小孩通通送到美国去 对不对 等等 他没有自信 但是的确这个几年不一样 尤其是08、09以后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全球金融风暴 以及西方国家 欧债危机等等所呈现出来 所有这些动荡 所有这些秩序在解体的这个过程 让他比较说 我体质也不见得很好 但是呢 他到目前为止还管用 而且我可能聚在基础上去修改他就可以 而且根据 而且坦白说 我也跟很多 我西方同行 就说 因为我跟他很熟 所以我就可以跟他们比较自爱之往 我说 我说我们真的学得要谦虚一点 我说我们不要假装我们懂 怎么治理一个13亿人的国家 我们不懂 我们这种经验太少了 几乎没有 尤其在一个现代工业化的 网络世界的这样一种 巨大的一个 你可以看欧洲今天 欧洲整合的问题 多困难啊 多难啊 也不过无忧一人啊 对不对 中央跟地方 或者说富裕跟相对不富裕的 对不对 财政的问题 税的问题 然后社会保障一体化的问题 然后境内劳工流动的问题 只要经济一出现这个 这个就说衰退 对不对 那法国人就看着这个破烂人就不顺眼了 对不对 就抢我工作了 匈牙利人就抢我工作了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一样 那你说如果失业的话 上海人说 你这个甘肃人抢我工作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其实 这里一个那么大的 而且人口密度那么高的 而且坦白说 天然资源相对很局限的 生态条件又很脆弱的 我跟各位说 其实你把这个国家交给 财奇也他也不会治理 你交给 美国他也不会治理 所以这是 我现在讲 这是我们自己的谦卑 那我们以前以为说 教科书中心就可以用 用在一百万人也可以用 用在五百万人也可以用 用在十一也可以用 就照用 其实天底下的事情 哪那么简单 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就是说 我们政治学 我到这个年纪 我才有一个真正的心得 就是说没有 我们常常耳熟能详的一个 我们口头禅 叫cliché 就是长治久安 对没有 我要设一个制度 长治久安 我可以跟我 跟各位说 没有长治久安 没有这件事情 再好的一个商业模式 它可以长治久安吗 可以吗 不可以 能够三十年五十年不变 已经要不起 可况科技 那你说真正制度 它可以长治久安吗 所以我就写自己条 宪法条文 然后百年 跟你讲 太难了 其实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一个制度 就算它原设计还不错 它运行也很好 它时间久了 它里面就会出现其他问题 就会衰退 就会出现利益集团 慢慢逐渐地建立它的独占 或是利益结构 我们把它叫做 越来越僵固化的问题 这问题很难避免 除非你每一段时间 你要经过一个比较大的社会冲突 然后重突 这个都需要 就是像一个身体 就是说一段时间 可能要动个手术 稍微要整个恢复它的肌肉 所以先回到你刚刚讲的问题 就是说 我认为将来这个世界 可能它最有可能的一种可能性 就是多元 大家承认说 就是说我们的历史不一样 文化不一样 发展的轨迹不一样 所以可能哪一个体制 最适合你自己 你自己要去摸索 对不对 也就不是一个很简单 就是我用一个奇异标准 你有这个就是先进 你没有这个就落后 完全不是这回事 我想这是第一个 那如果说有这样一种 心态上有这个调整的话呢 其实你去看很多国家 它都有它自己特殊的问题 其实印度 当你说印度是一个 全世界最大民族 国家 你只告诉大家 印度的政治的真实面 的2%可能3% 还有很多 印度真实面 没办法用这句话 去概括它 不可能 就是你要看它整个 政治体制运作 对不对 它的复杂的宗教 种族 然后还有原来传统的 对不对 Cast System 等等等等 还有它的土地的所有权 那些 反正非常 就是说它的每一个结构 都很 其实很特殊 不是你只看一个最表象的东西 所以大概应该这样 今天世界可能 我觉得它会慢慢会 尊重多元 就是你可能会有多样性 我用一个概念叫多元现代性 就是走向现代化的路径跟终点 可能都是多元 而不是 有人说以前路径是多 但是终点是一的 那我说终点不会完全一 我说这个卡达 再先进 它还是一个 比较世俗化伊斯兰社会 但它还是伊斯兰社会 OK 还是有它的自己特殊性 OK 土耳其也是一样 OK 那 所以我想这是 这是第一个 多元 多元 第二就是说呢 相互之间 其实我觉得最好 不管是社会制度 经济制度 或政治制度 其实是 应该是说 相互借颈 就是 其实越愿意跟人家学习的 而且把认为适合我的 我拿来用 然后再调整一下 这个社会进步动力 反而源源不断 以为说我已经很完美了 我就是一百分 其实这个社会就开始 开始衰退了 它已经固步之风 它已经没有更新 进步的来源 现在美国的政治 也不是说 一餐吃水也不是 美国政治现在 你看到的迹象 比较好的 都在local government 在市政府 在city government 是有些州 因为联邦 看起来 它没办法 它这里面 就说 那么多问题 解决不了 那我现在只好 在我有限的能力里面 处理很多 我们这边的 产业的问题 就业问题 自然的问题 毒品问题 环境的问题 等等 所以有时候 就说 这样的一种发展 也不见得坏事 比如说 川普说 我们要退出巴黎协定 对不对 然后很多州说 对不起 我们不退出 我们的州法 要根据巴黎协定 已经设定 减判目标 我们还是要 往前走 所以我相信 这样很多进步的力量 会冒出来 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至于说 中国大陆政治体制 会怎么演变 我只能这么说吧 我最简单来讲 就是说 我觉得它这个体制 别的没有 我倒觉得 它的学习跟调试能力 是不能低估的 就是它不断在 随着经济社会 科技的 而且它在国际 环境里面 它的位置的改变 它实际上还是在 还是在不断地演进 就是说 那它是不是能够 长治久安 我就跟各位说 天底下没有 长治久安这件事情 它一定还是 除非它必须 不断地更新改革 对不对 否则它也会 会面临它的危机 因为世界关系 我最后的主题 是什么问题 昨天是您 就是过来 之前也有点感到 我想要问您 德哥今天演讲 的主题 不是那么相当的 就是刚刚我在您的 一张后影片中 看到了 七个发展的新兴国家 然后就是 我很好奇在非洲 那么非洲大陆 那么一大 那个土地上 就是没有 非常一个未来的发展 新兴国家 然后想要问就是 非洲 它目前所受到的限制 即未来能在世界上 做扮演的角色 没关系 谢谢 好 这问题 其实问得很好 其实 当然我用G7 只是 跟E7的对照 只是也是为了 我们说 捕捉各位的眼球 就是说 一个简单的 一个很深刻的 印象的一个诉求 但是当然 这也是一个简化 就像你讲的 就是说 其实E7 后面还有 E8 E9 对不对 所以你往下看的话 奈及利亚很快就上来了 它会变成非洲 它已经是非洲最大的国家了 这个 两亿人口 那么 非洲大陆 其实未来 如果就整个 非洲大陆来讲 可能会迎来它 自从被殖民以来 最好的时代 就在未来50年 甚至更长一点 因为它 第一个相对 这个落后其实也就可能是优势 懂不懂 就是说你是非常落后 但非洲也好 或南也好 它们最大的一个威胁 就是说 是在于说 如果先进 包括中国在内 已经走在前面的国家 如果人工智能跟自动化 走得太快的话 它可能会错过工业化的机会 它可能会整个被抛弃 有可能 但是呢 如果你自然资源丰富 那倒也无所谓 对不对 你还是有东西 可以跟人家交换就好 而且那些东西会越来越便宜 OK 所以也不见得是 一定是 所有非洲国家都会很 你只要有土地 有阳光 对不对 你的农产品 然后还有矿产 或者能源 你还是可以过得不错 但如果说我们说 非洲如果还有机会 进行一些 至少有些国家了 进行一些 初步的工业化的话 我想未来这个 二三十年是它的 很重要的一个 关键事情 那非洲我就说 它为什么 就是说 还是有潜力 是在于说 其实大家可能 看现在这个地图 现在这个地图 投影法 实际上是扭曲的 就是 北跟南的两端 是被夸张的 所以俄罗斯看起来 那么大 加拿大看起来 那么大 大家可能不知道 非洲的面积 有多大 大家觉得 所以面积 是北美跟南美 加在一起 那么大 但是投影法 让它 看起来比较小 就是我们现在 这个世界地图的 投影法 那么它现在 是十亿人口多一点 然后它会 逐渐的 而且可能它现在 很快地迈向 二十亿人口 只要它没有战争 然后疾病 可以控制 卫生条件 可以改善 而且它可以 很快地进入 我们刚才讲 数位化时代 OK 那而且就是说 事实上 在这意义上来讲 其实 中国 印度 他们在非洲的角色 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中国大陆 它现在 在帮非洲 提供一些 它以前 从来不可能 享受的 或拥有的 技术建设 比如说 这个 好几条铁路 这是跨很多国家的 对不对 深水港 发电厂 还有非洲东岸 跟西岸 它已经规划两条 两条跨国高速公路 这些东西 如果慢慢都能够 一一落实的话 我想非洲未来 经济增长维持一个 大概5%到5.5之间 这可能性很大 那这个 这个就是很快的速度 对非洲 因为还是有 这个 落后的一些 末班车的 对不对 就是说 所以我认为 非洲主要给它 有好的一些条件 尤其它的 这个我们说 它的内战的问题 种族 部落冲突问题 能够获得控制 我觉得是 是未来一个 蛮重要一个 就是带动 世界经济增长 另外一个新的力量 好 我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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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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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